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谢谢你们 五十几天对我的 关心和支持 谢谢你们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国家人权博物馆有一段 口述历史 谢谢他们给我们这段影片 而我们摘取了其中的一小段 来介绍黄华 他为民主所奋斗的一切历程 应该说 我第一次 抓那个官员 把他动作 露魔狠抓那个官员 就没有危机廟 第二次是回去做日 昆天宗就叫做叛乱罪 第三次 台湾政论 叫做叛乱罪 也能叛乱 第四次 新国家运动 这些总统民选 你也叫做叛乱罪 莫名其妙 现在 真是很荒谬 现在这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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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年轻最终精华的时代 都在港里 好现在呢 黄华前辈 其实黄华前辈 明南语当然是他的母语 他国语讲得很好 有时候我在想说 我们就参着讲 因为这对有一些 海外的 这个有一些人 甚至对于 对岸的有一些中国网友 也很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所以我觉得我们 对他散布一些民主的理念 或者交换意见 其实对于 台湾的整个发展 其实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们尽量尽量的就是 可以兼顾更多的这个听众 好黄华前辈今天 学习说到一天 我觉得 当然我可以感受到你非常虚弱 抓着你的手 手上是冰的 然后那个肉 已经抓不到肉的那个 好 你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说明一下 你的 绝食的目的 我看我首先先让 非常感谢 已经跟我联署的 将近一万人 这些人呢 从海内外 各地都有 各地都有 这个 不但是台湾南北 海外 而且很多地方都有 而有的政府呢 从美国回来 或者从日本回来 特别来看我 特别来签 我们来这个 登记这个 要做 台湾自觉创国的国民 那我在这里 也要感谢 很多很多 一直来 他来了很多次 到台北车站 大厅来看我 来鼓励我 还有很多 在大厅里边 常常来 就在那个 坐一整天 来帮忙 东 帮忙 西 我首先呢 想要 感谢 这些人 特别是在 现场 帮我做东 做西的 各位朋友 非常谢谢 好 今天的自由时报 今天的自由时报 有一群 关心黄华老朋友的人 非常非常的感动 登了一整版 这一整版 登了一整版 这个大概花了 一百万以上 登了一整版 这可能是黄华诀别书 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别无选择创国护台 台湾居民自觉创国运动 然后 这个右下角 有一个QR Code 你可以扫 去 就是去 联署一下 联署一下 这件事情 台湾的民众 这么冷漠 看看香港 两百万人 走上街头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联署 一个对黄华前辈的 理念的认同 到现在 签的人 一万多人 民进党中央党部 对你们来讲 这是 九牛一毛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好 这个 我刚才感谢各位支持者 以外 我在这里 也要对 全台湾的 台湾居民 我所谓说台湾居民 英文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那个 美国关系化 就是要特别保护 the people on Taiwan 嗯哼 那么 为什么我用the people on Taiwan 我们都以为 我们都台湾的居民都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不曉得中华民国根本不是国家 更不是我们的国家 全世界到现在为止 他 这个ROC 到现在 在台湾的ROC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过它是国家 只是承认在台湾这个ROC政府 它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跟中共在争取那个 它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治 这是荒谬到刺激 真正的ROC 是在中国大陆 那个ROC 那个在整个东东的大陆 1949年以前 那个中国大陆的 就是中华民国 英文叫ROC 这个ROC 1949年10月1号 已经被毛泽东推翻 已经不存在 全世界没有这个国家 不可能再承认你是国家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的意思是 就是说 我们 1945年 蒋介石 这个ROC 蒋介石的ROC 1945年 他来送 蒙经命令来 接收日军投降 并且在台湾占领统治 台湾是它占领地 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不曾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就是在合约签订以后 1952年4月28号生效以后 台湾 那个在这个之前 是蒋介石 他们的集团来统治台湾 但是那个时候台湾人 台湾的居民还是 大部分的还是美国 而不是日本的国籍 日本人 日本国籍 那个台湾以前是日本殖民地 他来占领统治而已 我们都不知道 他1945年来的时候 他就宣布 台湾自私以后知 他的领土 台湾人多 1946年1月12号 他的信念公布 台湾人民 一路恢复中华民国国籍 我们台湾人也都不知道 这是违法的 当时美国英国都有抗议 这你是违反这个国际化的 那1942年以后 1952年以后 就这样合约 我们就变成迷武国籍了 那台湾呢 那个时候 因为台湾以前是 我们台湾人是日本殖民地 那日本1952年 他放弃台湾澎湖 他那个 就任何一个放弃台湾澎湖 那台湾澎湖的居民就 就那个时候变成无国籍 没有国家 那个统治我们的是 他不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但是他用戒严统治 1949年以后 5月29号 有的宣布戒严 那个时候 台湾曾主席称臣宣布戒严 应该是违法的 就是违反他们的自己法律 他们的法律 他们的宪法 是这个戒严 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当时台湾 当然 地方院不在台湾 台湾也没有立法院 那 这个 从那个1952年 应该台湾人民 应该 应该 可以 要 争取 照联合国的宣章 这个 一群 各地的人民 尤其 这个殖民地 的人民 离开 这个殖民族 就应该 可以自觉 建国 但是我们那时候 都不知道 我们在他 戒严统治下 都不知道 一直到现在 也都不知道 对 那 现在 那个 中 蒋介石 蒋经国 他们都死了 因为他们 1940年 来台湾 那些军队政府 到台湾来 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他其实在台湾 是等于在台湾 建立一个国家 那 那 其实这就是真的台独了 那 这个呢 但是 他还是继续用中华民国 对 那 根本就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没有 因为我们 去1945年 1945年 开始 就 不认为 我们都以为 自己是中华民国 国民 我们都不知道 台湾人知道 这很悲惨 以前 在之前 满清统治 后来 日本统治 现在有中华民国统治 而且有戒严统治 我们 一直戒严到38年 到蒋经国 快死了才结束 对 对 这个以后 那个时候的 所谓 副总统 李登辉 结任总统 中华民国总统 那 他开始 台湾政治民主化 那时候结束戒严 那时候结束戒严 那我们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那种戒严统治 是我们 外国新闻 都完全不知道 很多 比如说都 戒严是什么都不能看 什么都不能 很多事情都不懂 那 丢给我们 这个 包括李登辉 也不知道 包括陈水平 也不知道 我现在就是 记得 2004年 2004年 这个 美国鲍尔 美国国务卿 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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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公开说 台湾的 中华民国 根本不是个 主权独立国家 那 2007年 6月26号 这个 美国AIT的 处长 楊书立 到 总统府去 向 你 邹水平 总统说 我们美国立场 认为 台湾澎湖 是地位未定 对 不是你们中华民国的 而且你这个政府 你这个中华民 我们不定 是个国家 你是 盟军委托你 来 统治台 代管 统治台湾 并没有 并不是 你并不是国家 台湾澎湖 也不属于你的 我看 我想 周涉平 听到这个话 可能以前知道 有听过 但是 没想到 会跟他讲这个 那 这个 我们 这被 这个 中华民国 KMT 这个国民党 统治 的 这个 几十年 对 那我们被 教育成 大家都 不管教育 媒体 都把我们 当做 很多人 都认为 我们是中国人 包括 蔡英文总统 也说 我是中国人 我读中国书 长大的 这个是 最荒谬的事情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 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